提到内蒙,你会想到东北大茶子味吗? 我敢打赌,至少90%的人都不知道内蒙的东部属于东北 没来阿尔山之前,我也是不知道的 但来了之后,当地人那一口东北话 餐馆里的地道铁锅炖和锅包肉都在告诉我,这里就是东北 打开地图,我发现这里已经很接近机关的位置了 这座跟蒙古国相邻的边陲小城 是中国人口最少的一个城市 整个阿尔山被大兴安岭群山环耀 加上各种色彩斑斓的欧式建筑 让人感觉来到了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小镇 这里除了没有雪山,真的完全不属伊犁 而且还不用人挤人 来阿尔山选择哪种交通方式好 首队当然是自驾或者魔旅 这样就能把阿尔山路上的美景进收眼底 如果你的假期时间有限,那么可以选择飞机或火车 选择火车前往阿尔山的话 到站下车,就可以拿起相机,进入出片模式 就做近百年历史的日系火车站 是每个游客去阿尔山必打卡之地 为什么它是日系的呢? 因为是日本人建的 作为1937年日本关东军驻扎时期的产物 一直沿用至今 不得不说,这建筑质量真不错 阿尔山的市区很小 吃住都集中在阿尔山旅游度假区 让出行也变得很便利 欧式风格的建筑 复古的马车穿梭其中 整个小镇充满着异域风情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这个时候,乘坐小火车夜游 绝对是最佳体验方式 这座童话小镇的每一处 都充满着梦幻的流光溢彩 让人沉浸其中 如果你钟爱自然 那阿尔山更是不会让你失望 漫步于养心森林遇到的松林之间 驻足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让你感到无比放松 在鹿角湾营地 还可以亲手喂投小鹿 零距离的接触可爱的小动物们 如果想体验一些有趣的项目 可以去东山顶太尾游乐场滑草 体验滑雪般分池电车的感觉 也可以去体验射箭 尽心锻炼自己的力量跟准度 还可以去森林雪野 开上山低越野车 感受速度与激情带来的快感 玩累了 记得去喝上几口五里泉 泉水冰凉透心 甘甜可口 总会让人忍不住多喝几杯 饿了 就来一餐全是肉的猛餐 享受大口吃肉的快乐 这个夏天来阿尔山 一定不要错过西口村 这里正在举办 2023阿尔山乡村艺术祭 来自清华美院的艺术家门 携手当地村民 在西口展开多姿多彩的大地艺术创作 高山流水 城林蝶浪 像这样的艺术作品还有很多 分布在西口的各个角落 非常出片 乡村跟艺术相互融合 让阿尔山的夏天变得更加浪漫 在这个漫长的夏天 来阿尔山吧